好 有一台大货车今天上午从大五轮工业区离开之后 在一个路口右转 绑玻璃的束带突然间断裂了 三顿重的玻璃就这样子掉落在路面上 碎片是严重影响到当地的交通 虽然说半个小时之内就把碎片清除干净 但是呢 物品没有绑好上路 驾驶最高可以被开罚18000元 一台大货车一个右转弯 束带突然断裂 车上的13片玻璃随之倾倒 玻璃瞬间碎裂 重达三顿的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占据了大半马路 一旁的人车纷纷闪避 怕一个不小心换自己的轮胎遭殃 车上玻璃掉落地面案件 造成现场交通堵塞 事发在16号上午10点多 一名驾驶开着载运13片玻璃的货车 刚从大五轮工业区离开 准备右转到激进二路 混绑玻璃的束带突然断裂 发出巨大声响 面对满地的碎玻璃 还好当下附近远景 马上前来疏导交通 并派人到场清理 现场于30分钟内 恢复双向通行 后续依道交条例 相关规定裁罚 物品没有绑好 依法最高可开罚一万八千元 如今货车驾驶不只被重罚 还得赔偿客户那重达三顿的玻璃 这下驾驶的心情 恐怕跟转弯玻璃落下的这一幕 一起碎成一地 接着蔡俊恒 吉隆报导